有处宝问我说是红蜘蛛怎么预防怎么治 你像我们大棚里边这个垂丝茉莉还好 它不怎么爱得病虫害 你看那边那个棚啊 我给你们讲一讲吧 尤其是月季 它红蜘蛛得的就比较多 因为预防虫子这一块 你一定要了解啊 病虫不分家 我们每次这个缸里面 我们都会加这个小黄 已经用了一罐了 这个棚虽然说不大 也就600平 就相当于大家的一亩地了 然后呢我们还会用什么药呢 就是这边 就是我经常卖给大家的一些药 这个是千百计的背心镜 我们用了好几瓶了 那不 这些个是 看 有个话说老花姨 这个药那么贵 你怎么舍得用的 怎么怎么地的 我跟大家说啊 这个药一点都不贵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啊 它这里面是两种的一个药物成分 总的含量是36% 也就是什么呢 我们这一瓶能打这么两个棚 就打两遍 所以说一点都不贵 一次的成本 30块钱的话 它有好几千颗 一个连一分钱都合不上 我们就背着这个药壶 然后打药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个点 我这个药壶虽然说 那个背带被放哪去了 我不知道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就是对好药了 杀菌的跟杀虫的 要一起来 你们喷药的时候 很多的花友 在家里边也是 喷的时候就让表面喷 你看 就让表面随便一喷 不是这样子的 你像我们的话 是这样鞋子打 尽量的打到这个叶子的背面 就这样打 知道吧 叶子背面一定要打到 红蜘蛛 你像这种花 它是绝对不生红蜘蛛 为啥 因为这种花没有叶子了 只要有叶子 就生红蜘蛛 你像我们大棚里面 预防红蜘蛛 就打药 没别的办法 还得打到叶子背面 包括预防和治疗 都是打药 没别的办法 现在没有很好的办法 所以这花友们 一定要盖它这个脸 如果说咱们在家里边 你们的花得了红蜘蛛 就用水去冲 先用水给它 把叶子背面冲干净 再去打药 就打个比方说吧 这份花友红蜘蛛了 你就把叶子背面 给它冲干净 用那个花撒 冲干净之后 再去打药 打药的时候 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 沙虫药 不知道用什么药的臭 我给它念一下 大家可以记一下 莲本净子 罗虫遗子 阿维菌素 还有一些个 带满虫的满字的杀菌药 你比方说 做蛮子 打满铃 钉符蛮子 等等一系列 好吧 你懂这些个事就行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有其他人有问题的 可以视频和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花生产业 白了